本次教材是为了讲述化学实验室强酸的危害与注意事项 认识危害就不危险 内容的部分分成五点 分别是强酸简介 强酸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强酸操作注意事项 强酸意外事件与紧急救护 最后是强酸肺液处理 那在认识强酸的部分 首先要先对酸去做一个定义 酸即传统定义就是化合物融在水溶液中时 溶液中的氢离子的浓度是大于春水中氢离子的浓度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称它为酸性的物质 那一般以pH值来观看的话 水溶液中的pH值原则上是在7左右 所以只要是小于pH值7的部分 都是属于酸性成分的水溶液 那又进一步的去将酸去做强酸跟弱酸的定义 强酸的话常见的高蒙酸、盐酸、硫酸、硝酸 这些常见的强酸 那这些强酸的话原则上 它的定义就是它在水溶液中它会完全解离 那它的pK值是小于负的1.74的酸 那以它的公式来讲的话 就是它的HA会完全转变成H正跟A负 于水溶液当中 常见的强酸的话大多是无计酸 共同点都是具强腐蚀性、轻蚀性的 会造很严重的灼伤的 所以碰触之后呢 例如我们下毒所示 会很明显皮肤组织碳化的现象 那以强酸的部分的话呢 常见的是甲酸、益酸、丙酸、丁酸等 那这些强酸的话呢 在水溶液中是不完全解离 只有部分解离而已 pK值是大于负的1.74的酸 那以它的公式来看的话 它的HA并不会完全转移成H正跟A负 常见的强酸为有机酸啊 那当然当然有部分例外 像三否乙酸跟三否甲黄酸 它们都还是属于强酸 但大部分都还是属于 我点解质的酸性物质 强酸的部分呢 并不是说就不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灼伤 或是很严重的脱皮或是红肿 我们下图所示就是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皮肤一样被强酸低到 也是会造成很明显的肿胀 甚至脱皮甚至瘫痪 都是有可能的 放置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 那进一步的去说明 前面所指的大于负的1.74 跟小于负的1.74 那什么叫做PKA 有PKA就有PKB 那PKA就是酸的解体常数 PKB就是减的解体常数 那以公式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KA的公式写成H正 乘上A负除以HA 这个地方所示 我们可以用这个KA值 去看我们这个酸性的强务 如果说今天完全写成H正跟A负 那KA值就会比较大 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强酸物质 那换句话说 它的PKA值就会比较小 以定义来讲的话呢 原则上酸性的PH值 如果是弱的酸性PH值的话 都是在10-2到10-14 也就是它的PKA值 是在2到14之间 所以只要是小于2的 也就是小于负的1.74的 这个range的 我们就是说它是属于强酸 那大于负的1.74 也就是大于2的这个range 我们就说它是弱酸 所以刚刚前面所介绍的 大于负1.74 跟小于负1.74 在这个地方 再去做一个加强的补充 前面所讲的弱酸的例外 三弗乙酸跟三弗强酸 在这个地方 我们进一步说明 它的一些危害性 跟它需要注意的部分 三弗乙酸 它是一个透明无色的液体 它具有刺鼻的臭味 它能够造成我们皮肤 或眼睛的严重的灼伤 直接倒入水容易中的话 也会造成长期水生食物的危害 那吸入的话 都会造成很严重的腐蚀性 因为它的结构上 如我们右边所示 它的碳上接了三个弗 这个三个弗会造成 它的吸电子的效率增强 所以它的酸性 比一般的乙酸还要大10万倍 那三弗甲黄酸 用同样的概念 我们又可以把它的缩写 例子在这个地方 TFMS TFSA HOTF 跟TFOH 那它的PK值的话 借由之前前面介绍的概念 可以知道它PK值是 小于2之外 它还是-12 所以它是非常强的酸性物质 那容易造成接触之后 它除了有强烈的放热之外 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灼砂 组织长期的受损 以及如果吸入的话 也会造成筋暖 甚至水肿 或是一些发炎的现象 那下面这张图就是 误吸了这个三弗甲黄酸之后 所造成的皮肤水肿的 这个严重的现象 那借由前面的叙述呢 我们常见的酸的分类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分成含氧的 酸强弱的 还有聚不聚挥发性的 那一般含氧的话 像硫酸、硝酸、磷酸 或是过滤酸、碳酸这些都是 无含氧的话 像清秀清点 或是硫化氢、硝酸这些都是无含氧 那强中弱的话呢 像盐酸、硫酸、硝酸都算是很强 中强的话就是磷酸 那弱酸就是碳酸或是醋酸 那有没有挥发性呢 像硫酸或是硫化氢或是硝酸 都是聚恒挥发性的 那不聚挥发性的 水溶液状的就像是硫酸 就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一般在酸性的这些试剂当中 它的瓶生原则上都会出现 这六种常见的标志 那我们这个地方再做一个介绍 这六种GHS的标志很重要 第一个精摊号的符号 是说明这个酸性物质 它具有皮肤刺激性 眼睛刺激性 甚至具有疾毒性 所以如果碰触的话 容易造成就是灼伤烧伤 所以这个精摊号符号 通常都是说明 对我们人体是有危害性的 所以原则上 为什么我们使用这个酸的时候 如果看到这个精摊号 我们一定要戴口罩跟戴手套 是很必备的 另外一个是一个人像的图案 这是健康危害表示 那是说明 如果你吸入了之后 你会造成你身体 比如说肺部啊 或是黏膜的 口腔的一些腐蚀 或是一些不舒服 呼吸道的一些受损 这些都是健康危害 所以说明戴口罩重要 那水深环境危害表示 在这个地方是说明 我们通常在使用完酸性肺液之后 我们要处理掉它 那如果我们直接去进行水潮的盗取的话呢 就容易造成对水质的污染 甚至会造成水中的生物的一些危害性 那腐蚀危害表示下面所示的这个 也很常在酸性的瓶身看到 就是说明说这个酸它具有强腐蚀性 所以如果说你误触的话 你容易造成你的身体的危害 或是皮肤的受损 OK腐蚀危害表示 那毅然危害表示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说明有一些的 酸性物质的话呢 它具有氧化性的 然后它如果碰触到某些气体 比如说流的气体 或是磷的气体 它容易具有发烟或是散燃的这个作用 就是毅然的危害表示 那氧化性危害表示的话 就如同刚刚毅然的表示很像 不管是毅然的气体 毅然的固体 或是毅然的液体 这些都容易会造成我们皮肤的瘦损或是刺激 眼睛粘膜的瘦损或刺激 所以这些六种表示是容易在强酸或是如果酸 只要是酸性的试剂当中 瓶身容易出现的六种表示 再进一步的去介绍几个强酸 实在实验室很常见的 那在介绍刚刚开始呢 我们会先去说明说 我们一般在使用强酸的时候 我们是为了让它做稀释 稀释完之后 我们会取用稀释锅的强酸去做实验 所以在稀释的时候呢 我们不可以像上面这张左图所示 就是我们徒手去拿这个强酸 然后把它倒入 具有水溶液的这个烧杯当中 是绝对是错误的示范 错误的第一个步骤是 它的手没有戴手套 直接碰出强酸 是容易造成皮肤作伤的 第二个是 它直接套着瓶壁 然后要把大量的这个瘦酸 倒入这个水溶液当中 是容易造成大量放热喷溅的这个现象 除了有气体会造成刺鼻的味道之外 也会造成液体的喷溅 正确的一个操作的流程 应该像旁边所示 双手戴上手套之后呢 利用波棒去将这个浓硫酸 去进行引流到水溶液当中 那这样才可以避免大量喷溅 以及大量烟雾冲出来的这个现象 不管是什么强酸 在做稀释的时候 都应该是用这样的操作模式去进行稀释 那下面几种强酸 分别是硫酸、硝酸、过滤酸、清秀酸跟磷酸 那这个地方的话 硫酸跟硝酸常见 旁边的这些GHS的标示 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 都具有致命性、氧化性、危害性以及腐蚀性 像过滤酸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的是 它比硝酸跟硫酸更具有强氧化性 所以它的腐蚀性就更强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GHS的符号里面 就是有一个火焰的这个部分 那清秀酸的话呢 它其实酸性比盐酸还要更强 那这样就很有概念 就是说它其实在 而且它容易违乏在空气中 它是完全解一症H症跟BR负的 所以它容易造成皮肤的灼伤 眼睛的损伤 容易吸入造成呼吸道的刺激 甚至受损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 那磷酸的话感觉起来 它并不是一个很强的酸 但是它一样 当它是浓缩后的这个磷酸的话 它一样会造成我们严重的皮肤灼伤 或是眼睛受损等 都还是具有腐蚀性的 所以这五种强酸是实验时容易出现的酸 那旁边也标示了 它的一些GHS的这个符号 是我们刚刚前面介绍过的 借由前面的强酸的这些危险性 以及它的分类的这个介绍之后 我们必须强调在实验室 在做实验之前 或在操作强酸实验之前 我们必须要做检查 以及不能做的一些行为 那第一个行为就是 我们不能在实验室中饮食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的是 酸性实验或是其他的实验 那这些都会去影响 我们吃进去的这个食物 是否含有化学物质 那第二个不能在实验室奔跑 因为我们实验桌 其实是有很多很危险的实验在操作 甚至有可能 酸性的这些试剂 或是一些滴管 可能就在桌子附近 那我们奔跑冲撞 有可能会造成 酸性物质碰溅到我们身上 甚至影响到其他的学生 在做实验的时候的安全性 那第三个就是个人物品的放置 那我们很当然在做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维持实验桌是很正洁的 那这样子我们在操作实验的时候 才可以降低 就是不小心碰触到这个桌面 或是不小心撞到哪里 然后造成酸性反应 或是酸性的物质倾导 然后喷溅到我们身上 或是残留在这个桌子表面 所以个人物品一定要完全的 就是不要放在实验桌上 降低实验的风险 那实验室必须要有东西 就是进入这个实验室 你必须先检查 领域设备 洗眼器 灭火器 灭火毯等这些方式 那领域设备跟洗眼器 就是说明就是 如果我们碰触到皮肤 或是碰触到眼睛的时候 我们必须大量清水去做冲洗 那灭火器跟灭火毯 就是说明 通常酸性溶剂的话呢 或是其他的实验 都还是具有氧化性 OK 可燃性 所以呢 一定是需要有灭火的这些设备 在这个实验室当中 实验室设备 以及必要的注意事项当中的话 就包含 今天要进这个实验室 除了我们自己 要做好前面所叙述的几项规矩之外 我们还是必须要在实验室当中 我们的药品必须要存放 整齐 以及具有抽风的这个性质 所以前面就是说明了 就是他必须要正气摆放 然后要摆放于抽风柜当中 才可以降低药品 有一些药品它是具有挥发性的 那它会有气味或者是药品溢出来 那影响到其他药品 那第二项 在操作化学实验室 酸性湿剂的提取 必须在抽风锁当中 才可以降低我们呼吸道吸入的一些风险 那善用拉门然后作为排气或是帮助我们的一个安全屏障 我们在操作实验或在取任何药品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会在护的也就是抽风锁当中去进行 那这样才可以避免危险的时候或是喷溅的时候 不会第一时间喷出到我们身上而是会被这个拉门阻挡住 那当然这个拉门要维持在一个安全的高度下操作实验 那千万不要把头放在拉门里面 因为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拉门没有保护住我们 而是我们第一的状态去接触到这些药品是不对的 那穿戴防护的这些设备都还是必须要有 不能因为具有抽风锁了或是具有这些护的屏障了之后 我们就不做戴手套戴口罩戴护目镜穿实验仪 必须要必备的这些衣着的部分 然后当然就是在不能长时间将很多酸性的溶剂啊 就存放在这个通风锁当中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容易造成 比如说在做实验的时候的一些危害 甚至会造成酸性世界一些腐蚀 那记得就是距离柜体6英寸的内操作实验是比较安全的 那化学排胜柜内不要堆放不必要的物品 这是前面就有讲过的 然后避免影响倒流或是排胜的这些效率 那下一步第二项 第二个大项强酸对人体的危害 以及强酸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举了三个例子 是真实的强酸事件 然后发生在这个校园当中的 那其中一项就是酸碱综合发生一体喷溅的时候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操作酸碱综合的实验的时候 如果说太剧烈的去进行这个反应 没有缓慢的去做引流的时候 容易造成快速的喷溅 那这个学校的话就是 这个同学因为他进行这个实验的时候造成喷溅 然后喷溅到他皮肤造成他灼伤 甚至有眼睛部分的周遭被碰触到 所以当然他有立即的去进行重洗 或是吸眼器的重洗 然后去做救治的部分 那这就说明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我们护目镜戴好 那我们戴的是不是真的符合标准的规格的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穿戴好实验衣 遮蔽住我们皮肤的每一个角落 才可以降低这个喷溅的时候 不会第一时间喷溅到我们的肌肤上 那第二个事件的话 就是误认酸性试剂的这个事件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在药品的摆放上面 跟处理上面我们必须要很明确 也就是要做一个很明确的标明 这样才不容易误认这个酸性试剂 或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要过转型 这样才不会误认说 因为酸性试剂通常都是透明的 有一些可能是褐色的 但是你如果取穿 你不知道说这个烧杯当中的 这个透明的液体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很有可能会把它拿去倒 或是把它拿去做任何的处理 这样子都容易造成受伤 所以这个事件的话 就是不小心把浓流酸当成醋酸 那一名女学生不是能把浓流酸 喷进到这个同学 所以造成她的手或是脸 有二到三级的这个烫伤 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第一严重的是她不应该这么不小心 让这个试剂去做喷剑 结果这个试剂竟然是浓流酸 第二这个男同学 他是不是没有很完善的把他的实验该有的装备 穿戴齐全 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 好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那强酸的错误萃息的这个事件的话 就是当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浓流酸或是浓酸强酸在做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困曲之后才能倒入水槽 那如果没有的话或是直接在水槽进行刷减中和的话 都容易造成呛大的烟挥发出来 那容易造成呛壳或者是呼吸道的灼伤 所以这个事件就是说明这件事情 那它是太严重严重到右眼的角膜又腐蚀的现象 对所以这些事件都是说明我们在进行强酸操作或是处理或是萃息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很谨慎小心 就是反正不能够太快速或太鲁莽的去进行这个酸性湿剂的提取或是处理 那所以化学性的强酸操作急救的救护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今天真的不小心喷溅到受伤了 第一时间该怎么做 第一就是剪开喷溅到的衣物的部分 把衣物剪开让皮肤露出来之后采用冲突盖松的部分 当然用大量的清水去做冲洗 那如果是眼睛部分的话就是用洗眼器 然后将它由眼皮拉高的部分眼球左右移动 避免另外一只眼睛受到迫及 那再来就是不可以在换部的地方用酸碱综合 OK这样子容易造成大量放热然后恶度灼伤 那在酸的换部的话呢 有一些比如说不小心酸喷溅到眼睛的部分 用大量清水冲洗的时候 它的效果还不及使用迪腐磷 Defaltering的这个solution 那这个Defaltering它的作用机制的话呢 其实它是可以降低腐蚀性的物质 侵略我们的皮肤组织 那可以降低我们的伤口的这个部分 那它被证实它的综合的效率 其实是比清水还要来得好的 那旁边的这个有这个Defaltering的这个样子的图 还有它如何操作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有旁边这个人像这个图可以做一个介绍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即使有这些东西 即使有Defaltering 即使有用大量冲水去做清除 还是要马上送医 那送医之后送医当中也要记住你刚刚被什么东西 什么药品喷溅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事情 那第三项强酸肺液操作注意事项 那就有前面的这个酸的分类啊 酸的介绍然后一直到后面介绍就是被酸性事迹喷伤的时候 我们应该做的一些措施之外 我们很常要处理大量的酸性肺液 那酸性肺液除了我们本身穿戴要完整之外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搬运这个酸性肺液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可靠的容器去做装载 然后一定要固定够稳定 搬运的时候千万不要搬在自己身上 或是用杯的 这些都很容易造成酸性肺液滲漏出来 然后造成我们皮肤的灼伤 那一般酸性肺液的话呢 会用的这个安全资料的这个表 就是如旁边所示这个紫色的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就是说明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要把这个酸性肺液送去肺液处理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它的表面上先贴这张F的这张紫色的图 那通常的话这样子的酸性肺液就是说明 它里面其实是有硫酸、硝酸、炎酸的 然后具有腐蚀性的 所以这样如果说你今天经过 然后你看到这个容器表面上贴有这个酸性容器的这个表示 你就要知道说它里面其实算是蛮多 强酸的成分在里面 是具有腐蚀性的一个混合溶剂 再来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在做强酸的肺液的提取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用漏斗 漏斗容易溢出来 我们要用移液管去把酸性肺液去分装的这个动作 然后去做肺液的处理 那也不可以用嘴直接用吸的 这实在太夸张了 也不要用两筒去做提取 因为容易溢液会喷溅出来 那肺液处理的方式的话 我们都通常会请有相关执照专业的公司去做 不会自己去进行清除的动作 那强酸的症状的话 借我们刚刚讲的肺液处理 那我们就会说明 当我们再将肺液去进行分装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会有烟雾弥漫 喷溅出来 挥发出来的这些气体的话 常见的有几种 第一个就是红棕色的气体 我们称它为有可能是二氧化氮 NO2 或是黄绿色的气体 绿气 或是红色的液体 像嗅气 这些它也容易是气体 那像昇华后紫色的气体 点 或是流氈气 黄色的 这些都容易会造成我们的吸入之后 我们的呼吸道 或是我们的鼻液膜会受损 或是我们会有不舒服 轻微中毒的这些现象 所以我们在分装这个肺液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吸入了 然后造成身体出现一些症状 比如说不舒服 比如说像嗆壳 胸闷 流泪 呼吸困难 昏迷等这些现象 或是皮肤开始出现一些红核色 红棕色 因为可能不小心在处理的时候 有碰触到 或是有碰触到我们皮肤的时候 出现了这些症状 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做一些诊断 或是要做一些处理 那原则上会有以下的这些头晕 呕吐 或是皮肤出现一些颜色的变化 通常都是属于酸中毒 那如果我们今天酸中毒了之后 我们当然第一时间的话 除了先做休息之外 然后当然第二时间就是要送医 那所以我们在做肺液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否真的把这个肺液 进行一个很好的安排跟处理 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分成几项 是可以把酸性容积去做肺液的分配的 第一个你可以把酸性容积分成有氧化性跟无氧化性 或是分成有基酸 无基酸 或是分成强氧化剂的酸 OK你如果把这些酸性肺液都分得这么仔细的话 其实就可以降低酸性中毒的这个危害 那下面我们所放的这个ST肺液防漏的陈盘 PP防漏陈盘 这两种陈盘的话是我们很常在实验室看到的 那也就是说明说 如果今天我们要做肺液处理的时候 很常会出现这些中毒 或是喷溅皮肤出现灼壮的陈盘 是因为我们的肺液桶没有放置得很完善 所以容易在搬取的时候 有胜漏或者是有气体挥发出来 这个下面指的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肺液桶都放到陈盘当中 去做这个肺液的搬取 才可以降低伤害或者酸中毒的可能性 那下一步就是个人防护的部分 前面所讲这么多酸的危害啊 遭受之后的影响之外 我们个人要怎么样去防护我们自己 一般的实验室的话 必要的就是实验衣 那防止实验室的药品喷进到我们身上 以及能够有效的阻隔这个药品 跟我们的衣服的第一时间的接触 那一般的话呢 前面的ABC等级的话呢 都是属于就是环境具有高腐蚀性 或者是具有强烈的皮肤接触之后的危害性 那一般的实验室是不需要用到ABC等级 我们都是用第一级的防护衣 我们称它为解液型 也就是说明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都是不具有放射性或是生物危害性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实验室都是用第一级的防护衣 那在护目镜的部分的话呢 前面讲到很多都要 实验室都必须要有的就是洗眼器 原因是因为实验室 在操作酸性湿剂或其他实验室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喷碱的这个现象 那所以安全眼镜 其实它不具有很完整的保护作用 因为它的眼睛跟皮肤中间还是有空隙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还是会采用像护目镜或是面罩的部分 护目镜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完全把我们的皮肤跟我们的眼镜 做一个很明确的密封 那这样是可以完全降低这个酸性实验 或是其他的实验喷见到我们的眼睛的部分 是比较具有防护措施的这个效率的 那一般还会再搭配面罩 是降低我们脸部被喷见到的可能性 那在个人防护的部分的话呢 还有口罩的部分 又可以分成一般口罩 活性碳口罩 过滤式的防护口罩 那一般在实验室当中 如果只是一般空气的分层 我们用一般纸口罩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要避免一些气味的部分 比如说一些酸性气味的部分 或是已经使用抽风除了 那必须再搭配一个口罩 我们可以用一般常见的口罩 就是活性碳口罩 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去避免 吸入一些嗆鼻的酸性实验的味道 可是这个前提是要搭配抽风除 在进行实验的时候 那在过滤式防护口罩的部分 就是这边指出的这个3M的部分的话呢 是可以完全出个酸性气味的 但是原则上这个成本过高 所以一般的实验室还是只用 活性碳的这个口罩 N95或是N99就足够了 那在手套的部分的话呢 一般来讲手套可以分成 丁琴的橡胶手套 或是PVC的这个乳胶手套 或是具乙吸存的PVA的这个手套 那他们的作用的话 我们可以知道橡胶手套的话 因为它够厚 所以它原则上呢 可以抵抗无基酸 也就是常见的强酸 有基酸 还有腐蚀性的物质 但是我们手的这个 完全密合的性质 没有到那么高 所以你如果戴橡胶手套 其实你很难操作实验 这加上它太厚了 所以原则上我们常用的是 PVC这个乳胶手套 那这个PVC乳胶手套 因为我特别处理过 所以它虽然算薄的 那它的皮肤贴附性也很好 那它一样可以抵抗 无基酸 有基酸 那腐蚀性的物质 但就是由于PVC这个手套 它比较薄 所以如果说我们 一直不断的重复使用 这个手套的话 它也是容易被 无基酸或有基酸给腐蚀 甚至出现一些 些微的小破洞 那这个时候就不能 不太能重复使用了 所以原则上 乳胶手套的使用 就是一两次 不会重复使用到 无限多次 因为这样子的话 会降低防护的 的这个效率 那PVA这个手套的话呢 它原则上 最主要是抵抗弱酸性的试剂 所以它没办法对强酸 做一个具有保护力的现象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防护鞋的部分 我们除了手套啊 口罩 防护面罩 跟我们实验衣之外呢 最容易出现的就是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在取药的时候 药瓶低贱到地上 低贱地上就还好 那如果是低贱到我们的脚上呢 我们脚上的穿戴就很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穿戴 是像我们上面所示 打锅的部分 都是包覆我们脚趾头的 这个鞋子 尤其是具有橡胶性的 这个鞋子的话 其实是可以完全的保护我们 就是皮肤免于被这个 酸性试剂 抵倒然后出现腐蚀性的现象 我们千万不可以穿戴 脱鞋或是凉鞋 或是高跟鞋 或是甚至赤脚 你只要露出皮肤 其实你很容易在实验室 第一实验室很危险 就是有很多玻璃 除此之外呢 实验室地上可能 都低了很多试剂 这些试剂不确定 有没有强酸 那或者在操作实验的时候 在提取酸性容剂的时候 都很有可能造成低贱 然后喷茧造成皮肤的灼伤 所以在个人防护的部分 防护鞋一定要穿戴 可以将脚趾头完全包覆的 这种橡胶的鞋 是比较安全的 那最后呢 谢谢大家的聆听 那希望这个 强酸的这个介绍 是对大家有帮助的